没啥事我就擦擦锅盖 就擦擦锅 这不咱们之前直播做了这么一道美食吗 老铁们强烈要求让我录期视频 那么好 今天我把视频给大家拍出来了 首先咱们准备一些猪肉 这个猪肉稍微有点讲究 最好是用三飞七瘦的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梅花肉 因为梅花肉做出来的丸子 吃起来口感格外的细腻 最关键是什么呀 香而不腻 因为我要做四个和全都差不多大小的丸子 所以我准备了八百克 也就是一斤六两 咱们把肉切好以后 先放到一边本管它 准备点葱姜丝 加点料酒 再加点水 然后用力的抓一下 把葱姜味充分的抓到水里面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葱姜水 葱姜水弄好以后 咱们先给它放到一边 这回咱们把肉馅给它打出来 准备一个搅肉机 然后把猪肉放到搅肉机里边 轻轻的摁三下 差不多就能把猪肉馅搅好了 搅好的肉馅 咱们找一个大碗 给它倒出来 然后加入三勺葱姜水 再打入一颗鸡蛋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十三香 再来点盐味精调味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为了增加口感 我还加了一点胡萝卜丁和土豆丁 最后咱们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没有土豆淀粉呢 加其他淀粉也可以 然后再次朝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肉馅搅好以后 咱们戴上一个手套 把肉馅团成一个大一点的丸子 等到油温四五成热的时候 把丸子下锅进行炸制 炸丸子的时候 大家记住 油尽量多一点 这样能让它受热更加均匀 而且丸子在刚刚下锅的时候 不要去翻动它 可以轻轻的晃一下锅 等丸子定型以后 咱们改成中小火 慢慢炸七八分钟 炸熟以后 把它捞出来 然后咱们锅中放少许底油 放葱姜 炒出香味以后 加水 水尽量多加一点 然后咱们放入丸子 现在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丸子和水的用量 调味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一包红烧酱料 其他的什么调味料都不用放 连盐都不用放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是把锅烧开 扣上锅盖 用小火慢炖三十分钟左右 嘿嘿嘿 那个 没压事 我就擦擦锅盖 嘿嘿嘿 就擦擦锅盖 嘿嘿嘿 哎呀 嘿嘿嘿 啊 感谢大家支持 嘿嘿 谢谢谢谢 谢谢 嘿嘿 擦擦锅盖 嘿嘿嘿 三十分钟以后 咱们打开锅盖 将丸子翻一个面 然后开大火 收容糖汁 等糖汁收容以后 出锅装盘 再把锅里的糖汁 浇在丸子上 上桌之前呢 咱们还可以撒点香葱 点缀一下 那咱们今天这道美食 这不就做好了吗 但问题也来了 我这到底是红烧四起丸子呢 还是红烧狮子头呢 咱们下次见